PK 人類通常有兩個願望 身體健康和長命 有人說長不長命 其實有樣子看的 看看這個樣子,不如 原來我們香港人的樣子 是全球長壽第一名 香港環境狹窄,生活壓力大 每個人都吃無定時 為甚麼都可以這麼長壽 要解構這個世界第一的長壽之迷 我決定去到將軍路尋找答案 事業和健康真的很難找到平頭 出來工作,捱耕底的東西 壓力大,你也預料了 但有一位前輩工作了70年 硬是這些東西好像無法碰到他 一切在他掌握之中 我決定找他指點一下我 我看過一段時間是怎樣 如果一個人長壽的話 最重要是唱歌,拍攝掌 睡覺,浸腳,大笑 就長命百歲了 沒錯 香港有一個連續七年的世界第一 原來我們這個城市 竟然是全球最長壽的地區 男人平均年齡82.7歲 女人平均年齡88歲 香港人平均比長壽民族日本人 長命一歲 胡鋒,人稱秀哥 1932年出生 今年剛好90歲 即是秀哥已經一早 超越了這個世界第一的歲數 那修哥的飲食 究竟有否隱藏 甚麼香港人長壽的秘密 開箱 真的很美味 又煎又炸,又有牛油 夠肥 你這杯又夠冰涼 好… 對於健康就不太好 我很多健康、很多青春 當然吃這些 對,不過也要注意飲食 因為一個人年紀漸漸大 吃清淡的食物就比較好 吃沙律嗎 對,我平時來說 多數吃清淡的食物 和糖分都非常低 如果當中還含有維生素 或者礦物質 更加有機會降低患癌 或者心臟病的風險 但是除了靠吃得清淡 原來我們香港人最愛的湯水 都是修哥的養生秘密 修哥是否很早就已經有這種 這麼健康的飲食習慣 對… 有時候都吃濃郁的食物 但多數都是清淡的多 吃點煎炸的食物 這樣對腸胃不得已 對一個人的氣膚也不太好 聽說修哥也覺得喝湯水 是否對身體有幫助 湯水我經常喝的 西洋菜湯、蘋果雪梨湯 青紅蘿蔔湯 那些清潤的食物 其實修哥的建議就是清淡 小油、小糖、加點湯水 就可以有修哥這麼好的身體狀態 而說到身體活動這個長壽要素 修哥就絕對是香港人的典範 我為何這麼注重健康呢 當時我夜睡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人被兩個護士 扶著你走 三、四個月之後 這位人兄就不用人扶了 自己見步如飛 我問他為何會這麼聰明 他說我天天走路 原來走路可以令自己那麼健康 全身健康,腳也好,身體也好 我從夜睡開始 就開始學人走路 有時間就走 那會否也有學到一些新增 除了走路之外 有… 扭一下、扭一下、扭一下 做八段感 所以修哥,你的建議就是 無論如何都好 保持動、保持走路 這就是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健康之道 研究指出 每天只需要有 10至15分鐘的中強度運動 例如急步地走 只要走到有氣喘的感覺 這個運動量就有機會延長壽命 除了飲食、運動 我還發現收過真正的長壽秘密 原來是關乎我們香港人 一種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積極勤奮,退而不休 那些人也說 65歲就退休生活了 可以在家裡休息 不做事就最好了 你對這個年紀或退休的看法是怎樣 我對於退休而言 就是不宣誠的 有很多朋友 退休之後 整個人的健康一切的東西 一聲就全部擠下去 不退休的話 他們一邊做事,一邊健康 不過就算退休也好 也要找些事情來做 令自己有活力 令自己的頭腦清醒 修哥,你覺得健康最大的敵人是甚麼 健康最大的敵人 就是懶惰和舒服 太舒服了 令自己人的健康都很強 看電視站著看 是… 對… 這樣而已 沒錯,來 和修哥取緣經 我也想到一個可以達致長壽的方法 我現在的首要工作 就是繼續要找工作 不只是為錢那麼簡單 因為我覺得有工作才有活力 有活力的話 你過去的人就會自自然健康 健康就自自然長壽,對吧 所以現在我第一件事要做甚麼 就是繼續找工作 監製,我可以繼續拍攝 你多給我一些機會 根據一個全球健康統計報告顯示 全球人口平均壽命是72歲 國民收入和醫療環境 絕對會影響人民壽命的長短 而香港人之所以長壽 當中亦因為我們有很高質的醫療系統 像近年很普遍的大腸癌 在香港,我們也可以很快 很方便地檢測出來 在這麼多種癌症當中 大腸癌是唯一一種小數癌症 可以透過篩查可以預防病發 同時可以令壽命增長 其他很多癌症你都做不到這件事 很開心我們的團隊 是全世界第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團隊 可以透過診便測試中的細菌基因 可以知道患大腸癌、大腸蝕肉的風險 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 他本身是一位腸胃專家 在2018年 他更成為首位獲美國腸胃科醫學院 為了大腸癌,讓大腸癌的確比其他癌症 如胃癌,是低很多的 但我們很多時要看不是眼前的數字 視乎他的走勢 當年我們看到大腸癌上升的速度 比其他任何的癌症高很多 從這個走勢的判斷 我們有理由相信 再過10年、8年的時間 會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癌症 所以因為這緣故 我們當時中大這個團隊覺得 我們應該研究 香港是否要推行大腸癌補查計劃 可可惜當年是困難重重 第一,當時的政府專家小組 很不認同我們的看法 第二,醫學界也覺得 這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而第三,市民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但我們覺得要堅守自己的信念 看到這個問題 不可以看不到、放棄 後來得到馬會的大力支持 我們完成一個又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最後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 很多研究數據 令政府終於在前幾年 推出這個傳聞 是合適年紀人士進行大腸癌的篩查計劃 很多人都有做身體檢查 而對我來說 最不想讓人身體檢查的地方 一定是大腸 因為照大腸不是由前面照 而是由後面入侵性 幸好香港的專家拯救了我 一般市民現在只需用團隊研發的採樣套裝 然後在家採集少量的糞便 再將樣本交到實驗室 兩個星期之後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而偵測大腸息肉復發的靈敏度 也超過90% 是世界首個可以準確檢測 息肉復發的飛入侵性測試 我們中泰團隊很多年的研究發現 原來腸道裡的細菌 是導致大腸癌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並不單止是遺傳 我們透過十多年的研究 從無數長度的細菌 我們要找到一系列的細菌 這些細菌會幫助我們 可以很精準地知道 你現在患大腸癌和大腸息肉的風險程度 變成一個好處 就是比起大便引脫測試 它可以將很早期 甚至第一期的大腸癌 都可以很高準確地醃出來 現在我們應用先在香港 下一步會推在中國大陸 東南亞的地方 現在我們正正和其他 東南亞不同的地方來合作 希望可以將這個技術再優化 可以應用在很多不同的人口裡 香港人是世界第一長壽的人 原來背後是因為另一個世界第一 近年香港的吸煙率 已經降至2019年的10.2% 煙紋的比例 是已發展地區之中最低的 低級煙率相信是香港 成為全球最長壽的地區的關鍵之一 但在地球還有很多人 活在重症的死亡恐懼之下 根據世衛組織統計 肺病是全球人類頭三種致命疾病的其中之一 肺癌是全球最多人致死的癌症 每年有超過220萬人因為肺癌死亡 莫樹感在肺癌治療方面的研究 令他在2020年 在全球800多位知名的 獲選為15位全球頂尖癌症專家之一 得到腫瘤學巨人獎 晉身世界第一之列 其實美國有一個 叫做Giant of Cancer Care的組織 是一些最有權威性的 一些癌症研究者所組成的 每年他會邀請少量研究的人員 去參加這個組織 就成為了他們所謂的Giant of Cancer Care 不過這次見莫教授之前 他竟然帶我去治療肺 莫教授就說想知道我的肺癌是否健康 他說最清楚的方法 當然是CD scan 我從來沒做過 我當然要佔這個小便宜 馮生,可以進來,先坐在這裡 有點緊張 不用緊張,很簡單而已 三分鐘做完 不知道裡面會否很黑 不會,你看到現在有光 待會也會有光 因為不會關燈的 是嗎 是的 待會照的時候有指示 請你吸一口氣,然後忍實 現在請你,兩隻手放在頭頂上 是 另外我會有一塊鉛片 替你保護著下身也照不到的位置 好,洪先生,我們開始做檢查 請你留心指示照做就行了 請你吸一口氣,忍實 紅先生,做完了 我好像拍一場夢似 de la mort 你等報告,我有點緊張 究竟我的肺癌漂亮嗎 我是否擁有一個典型香港人的肺 肺的主要功能是將氧氣運輸到血液之中 並將二氧化碳從血液中排出 肺有多重要就誰都知道 但我內心有一個肺問題 一直想拆解 毛教授,我坊間 我們聽到有一個瑞士山區肺 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 跟我們香港人生活的肺 會否很不同 會否其實他們有七公升、八公升 他們的肺又大一點,又普通一點 他們在說兩件事 第一,是你的肺有多高 在高原生存的時候 肺的功能要高一點 才能適應到比較低的 平均空氣中含氧的量 最簡單的就是在西藏 他們習慣了,血色會比較高 他們的吸氧能力要高一點 所以你去到的時候 你會不習慣,但他們是能夠習慣到的 所以這一點是正確的 第二點,我會說到 怎樣說到瑞士 可能是在說空氣的質素 是 空氣的質素來說就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是吸收新鮮空氣的 但是香港不多不少 污染度比較高 所以引致到有很多其他 引致的病例 例如敏感 甚至乎是增加了肺癌的機會 這個相對在好的空氣之下 我們是比較沒有那麼優勝的 說真的,我們大部分人類 都在大城市生活 大城市有哪種空氣會特別好 好像在香港,肺癌的數字有增無減 但恐怖的是 肺癌在初期沒有病徵 所以很多患者 都是去到晚期才發現 令治療的過程爭分奪秒 在2009年 莫教授發表一項 全球首次進行的研究 他證實了 帶有EGFR 基因變異的肺癌病人 他們接受標靶治療的效果 是比用化療的效果優勝的 接著,他更加開創了 以基因編輯技術 為輝癌病人 選擇更加適合他們的治療方法 基因編輯技術 其實是一個名叫 Elizabeth Doutner 的科學家在美國 她在2020年得到諾貝爾獎 她的方法是能夠在基因之中 將部分的基因切除或加入 這樣的時候 你就真的能夠在改變 一個基因 你改變的基因時 你改變細胞 改變細胞時就改變生物 所以 那個應用是相當廣泛的 我也做了一個研究 是跟中國華西大學合作的 就是用這個編輯技術 在人類的T細胞之中 拿走一個叫PDR1的基因 以至T細胞 更加有能夠認出癌細胞的能力 這個研究也在兩三年前 刊登了Nature Medicine 因為莫教授的發現 能夠更精準 有效地去用治療方式 令到末期肺癌的病人 可以多活5至7年 這個研究基本上 改變了我們治療肺癌的方式 我1996年決定回來香港 而在1998年 其實我已經開始在內地 跟他共同做研究 在這麼多年的發展之中 就建立了很多不同的關係 也在東南亞之中 建立了很多一起合作的機會 當我們有這個EGFR突變出現時 而這個突變 也在東南亞和中國比較常見 在2005年開始了一個大型的研究 經過了三、四年之後 在2009年 我們出了第一份文件 就證明了在大型的第三研究 可以用這個標靶 去決定病人的醫治方式 亦是肺癌之中的第一個 證明可以用個體化資料 去改變病人的生命 莫教授的研究 一直都主張個人化治療 他提出肺癌病人需要持續監測 癌症進化的情況 標靶藥治療還是化療 應該對症下藥 所以今年莫教授就再創多一個第一 就是全球首個利用 人體基因編輯技術 作為晚期肺癌治療科案的 臨床測試 進一步確認和優化他的基因編輯技術 其實得到國際榮譽別人認同 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研究 是能夠幫助香港病人 幫助全世界各地的病人 這才是能夠給予最大的滿足 香港其實有幾方面 有相當大的國際領導性優勢 例如在傳染病學上 過去在SARS時代 臨床測試也有很大的貢獻 另外在癌症方面 我們所謂的香港癌症鼻祖 就是何教授 就是鼻炎癌上高的一個貢獻 就是從很早在50年代 已經開始有這方面的研究 而一直到現今 我們在各方面 包括肺癌、肝癌 在世界這個舞台上高 都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無論你是健康還是患病 原來我們的器官 皮膚一般也有自己的年齡 皮膚一般在25歲 就開始失去彈力和腦化 到40歲,腦、牙齒、眼睛 和心臟都開始腦化 每天會少一萬個腦神經細胞 但原來人體最先衰老的器官 竟然是我們的肺 究竟我的肺又是怎樣 Tony,有壞消息嗎 我這個Tony沒有壞消息 你這個Tony也沒有太大問題 那就好了… 看看你的電腦掃描 是 大致上沒有特別大問題 沒有腫瘤、沒有嚴重的病情 不過你曾經吸煙的東西 就有一點跡象出現 已經變大了 我只擔心有否好一點 任何吃過煙的人 肺的組織有機會破壞 你看到嗎?黑色這一塊 我們稱為Buller 即是差不多氣泡 就是肺部的組織破壞了 變成有一個洞 這個很小,但有1公分左右 左右肺也有兩個這個東西 這個也有一點在這邊 左邊也有一顆很小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繼續吃煙 這些的孔孔就越來越多了 肺的容量和肺的功能 就會因此衰退 所以其實吸煙的破壞 你雖然不是吃了那麼多年 都已經可以看到 幸好你一介了 然後繼續煙下去 繼續做運動 應該可以保持到 其實你有否計算過 在我們身體內有多少個器官呢 科學家粗略估計 我們大概有 78個內臟器官 而在內臟器官內 最大體積的就是肝臟 接下來的世界第一 就跟它有關 全球有超過2.57億人 患有不同類型的肝炎 而且死亡人數不斷上升 由肝炎到肝硬 肝臟出事 就會影響全新的器官 而換肝是唯一的治療方法 在香港,我們也製造了一個歷史 在1996年 我們做了全世界第一例的 有肝的捐贈器官手術 以前沒有人做過 也沒有人敢做 今年70歲的范尚達 之所以是換肝之父 因為他在1991年 已經在香港進行手中換肝手術 到了1996年 他更加成功地進行全球手中 成人右肝活體移植 范尚達在肝臟移植的成就 令他能夠名列全球頂尖1%的 臨床醫學科學家 這個手術可以破到世界紀錄 有很多原因 最主要是我們平常做很多肝切除手術 很多肝切除手術的困難 我們也克服了 另外,整個團體的合作也很好 最重要是醫院的支持也很好 因為他們跟我們買了很多需要的儀器 做這個手術 其實器官移植主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用死者的器官捐贈 而另一種就是活體捐贈 也就是從活人的身體 將器官移植到病人的體內 人類史上手中活體器官移植手術 是在1954年美國波士頓 為了對雙胞胎兄弟進行的腎臟移植 香港的器官移植開始是大約上世紀80年代 首先是做腎的移植 一直都沒有肝移植 直到九十年代的九一年 我們才做第一宗肝移植 做移植的歷史很短 經驗就沒有太多 所以當時我們也做了很多預備功夫 主要是在豬那裡做實驗 做了很多隻豬 豬可以站起來,可以走,可以吃 生存了一段時間 我們宣布要做第一宗肝移植 香港每年有超過一千五百人死於肝癌 由於來自死者捐贈的屍肝不多 所以最理想的是可以進行活體捐贈 但這種器官移植手術 一直都存在很多難題 大部分香港肝病的人 大部分都是男人 肯捐的,很多時候是親屬的太太 或是小妹妹 哥哥、哥哥 有時體型比病者小 所以左肝是不可以使用的 不可以給得到,因為不夠用 我們一直在考慮 最後考慮到一個方向 就是用油肝 因為這個油肝在肝內較大 整個肝約60% 所以肝的容量或體積足夠 維持病人的需要 其實肝臟移植 是其中一個需時最長的手術 每次手術歷時至少10至12小時 香港的肝臟移植手術 歷史雖然比較短 但因為病例多 所以香港的醫生 在短時間已經可以累積豐富的經驗 甚至不斷提升技術 例如范上達 改良主要血管的接駁技巧 還有改進手術模式 令捐肝者在手術期間的 失血量大大減低 同時縮短手術的時間 從而成就了油肝活體移植的第一 當時很多的移植中心 認為捐贈油肝是不可行的 因為這個手術的風險很大 而且技術的要求很高 所以沒有人敢做 但我們在香港的情況不同 因為絲肝的器官 捐贈很低 所以迫著我們也要用這些方法去做 當時想到這些方法 加上我們平常已經做了很多 肝臟撤除手術 所以我們覺得技術要求已經達到 所以在1996年 我們就做第一例 遇到有個病人 他急性肝衰竭 他體型都稍微高 他的弟弟的體型比他小 但我們計算過肝的體積足夠 所以我們做了第一例 這個病人做完手術也不錯 生存到現在 已經26年了 世界各地多個移植中心 都已經採用飯上達開創的 幼葉肝移植技術 隨著這個香港第一 全球每天數以萬計的肝病患者 也有一個重新的機會 其實你有否想過 我們的健康和壽命 原來是三歲已經定80 因為在我們人體身體之中 這條6至7米的腸道 原來就是我們香港人 和全球人類健康的另一個關鍵 其實腸道微生物 和壽命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而近年我們都看到 越來越多研究 顯示腸道的微生物 是可以控制人的情緒 認知能力 甚至可以對抗抑鬱 而一個人是否開心 是靠一種血清素 而這些血清素 九成都是我們腸道微生物 製造出來 透過我們的血液去到大腦 最近我們都分析了 百多歲人士的腸道微生物 發現那些可以走、吃、玩、做事 都可以、很健康的人士 他們的腸道微生物 是很獨特的 非常健康 所以我們相信 人體的腸道微生物 和壽命是很大的關係 我們出生那一刻 媽媽就會傳了一套 腸道微生物給了一個嬰兒 而那個嬰兒會隨著環境的因素 包括出生的方法 或是順暢或是開刀 是有沒有魚或是奶粉 有沒有接種抗生素 而有大大的改變 而我們發現 0至3歲是一個黃金的時期 如果你有健康的腸道微生態 將來會患有疾病的風險 就大大降低 菌跟人一樣 都有分好和壞 而在我們的腸道裡 就有很多腸道菌 當中有超過70%是免疫細胞 那些有益的菌種 通常我們會稱為益生菌 透過補充益生菌 我們就可以令腸道的微生態 保持正常 提高免疫力 減少患病的風險 而由黃教授 跟他的團隊所研發出來的 微生態配方 更加在日內亞國際發明展 獲得金獎 除了在國際上獲得最高的榮譽 中大醫學院的團隊 更加在益生菌的研究 有一個關於新冠肺炎的預防 和治理的全球第一發現 最近我們中大也發現 有一種特別的細菌 叫青春雙棋鋼菌 是提升了我們市民的免疫能力 而接種新冠疫苗之後的市民 如果他們的身體裡 含有青春雙棋鋼菌 他們疫苗之後的抗體水平較高 所以我們相信長者 和長期病患者 是適合補充青春雙棋鋼菌 來提升接種疫苗之後的抗體水平 第二,我想都要選擇 這些細菌有沒有活菌的技術 因為我們的懷是會產生一些懷酸的 而你吃了一些益菌 去到懷就會殺了好菌 等於沒有吃過 現在有些不同的鎖菌的技術 包著菌在確保足夠的活菌 可以去到我們的長度來發揮它的功能 有人說健康是人生幸福的起始 這次這三個第一 給我很大的啟示 我覺得從一個城市到我們的人生 其實最好的投資就是在健康上 希望我們香港 可以在這方面創下更多的第一 補充電線